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DRIVE 啊 秀起来真香啊 它的引擎启动间位置有点奇怪 感觉上设计有点不救手 哇 这么多这些车这样跳 然后这样硬的 这样不好做的 在马来西亚 汽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这也是为什么在 SUV 狂卖的今天 但房车在我国依旧有固定的市场 尤其是当你在事业上有一定的成就的时候 开一台房车肯定比开一台 SUV 看起来更加的大气 而这当中德系房车就更加能够显示出身份的象征 说到房车 大家都会联想到奔驰的 E-Class 啊 秀起来真香啊 可是它的价格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如果今天我告诉你有一台德系房车 它的空间足以媲美 E-Class 但价格比 C-Class还要更加亲民呢 它就是今天的试驾主角 我国最便宜的德系行政房车 Volkswagen Passat Ono Ono Volkswagen Malaysia 在不久前就为这个 Passard V8 推出了小改管车型 也就是所谓的八代半 而这个八代半也从之前的三个车型分别是 Trainline, Comfortline 以及 Highline 缩解成单一车型 也就是今天这一台 Passard Elegance 了 它的售价为18万9千012块令吉 小改管的 Passard Elegance 在外形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像是这个头灯组就采用了被称为 IQ Light Matrix LED 的锯正式头灯设计 而且这个头灯锯还具备了主动式调节的功能 除此之外原本的 LED 日行灯条也进行了重新设计 而且这回还多了流水式方向灯的设计 看起来更加的炫酷 而且我相信车主也更加愿意打方向灯了 除此之外整个前脸造型部分 像是这个水箱护罩也是进行了稍微的更改 保险杆部分也是进行了重新设计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成熟稳重 多了一丝贵旗 在车尾的部分 小改管的 Passard 就导入了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像是这个 Passard 的治标就和它们的防跑 Arteon 是一样的 那除此之外 这个尾灯组也是进行了重新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细节呢 是采用一个菱角式的立体设计 我觉得很漂亮之于呢 晚间的变速度也会非常的高 但是有一点我不喜欢的是这个 Passard Elegance 它的保险杆下方呢 虽然说它是有一个真正的双边单出的排气围管 但是原厂竟然将这个扰流器的这个地方呢 给盖掉了 它没有排气管的那个洞 和之前改款鞋的 Passard 相比 这个就看起来稍微比较逊色了一点 作为一台 D-Segment 房车 Passard 它自然是具备了电动尾门开启的功能 那除了这个招牌的敞灰电磁发以外 Passard Elegance 它还支援脚踢开启功能 打开尾箱门 Passard 的尾箱容量为 586 公升 在能够轻松放下你的高尔夫球包之余呢 要应付一家大小的行李也不是问题 甚至是你要去 IKEA 买大型物件 只要将那个座椅放下 它都能轻松应付 因为排放的关系 原厂淘汰了之前Passard 的那一具 1.8L TSI 涡轮折压引擎 取而代之的是这一具 全新的第三代 EA888 2.0 TSI 涡轮折压引擎 这具引擎属于低功率的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为 190PS 峰值扭力则是 320Nm 和之前的那一具2.0 TSI 相比是低了少许 那和它匹配的变速箱则是全新的 DQ380 七速 四式 双离合变速箱 在这样的一个组合下 根据原厂公布的油耗表现是 6.5L 100km 而这一个也是在 WLTP 测试标准下 所拿到的一个成绩 内装可以说是Passard 的一个卖点 首先这个仪表板设计我就相当喜欢了 我觉得可以用时髦与优雅并存来形容 那无论是视觉上还是触觉上的质感 它都做得非常的出色 加上这一回原厂还为这个小改款的 Passard 导入了氛围灯的设计 这个氛围灯还可以切换30种颜色哦 然后另外一点我非常喜欢的也是这上面的这个室内灯 它这回换成了一个白色的 LED 设计 我觉得整体看起来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此外这一回小改款的Passard Elegance 它还导入了最新的 11.7 吋全液晶仪表盘显示器 这一个仪表盘呢被称为 Digital Cockpit 非常的好听 而我从我这里可以看到的是 它可以进行四种不同的界面切换 那还有的是这个中控台上 这个非常漂亮的主机 也是最新的 Discovery Pro 多媒体资讯娱乐系统 这个 Discovery Pro 它还支援 这个手势切换的一个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声控功能 你可以透过声控来切换你的 Radio 你的 Media 你的导航系统以及打电话的功能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它的这个 Apple CarPlay 它是 Wireless 的 也就是说你不用那个 Cable 你就可以直接无线进行手机互联的功能 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点是原厂自己也没有宣传到的 那就是它的这个山区恒温空调系统 有一个被称为 Air Care 的空气过滤器 这个过滤系统它可以防止外在空气 所涵盖的花粉 细菌 敏感源等污染物进入车内 它是透过车内的感应器 来有效过滤车外的这一些肮脏物 而且这个系统它可以随时判别外在与内在环境的 空气的品质的差别 然后透过外循环和内循环的切换 来有效隔绝车外的肮脏的空气 这个功能我是觉得蛮好用的啦 尤其是在我们马来西亚 每年定期都会有一个沿埋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功能我就觉得非常的实用了 后座也是 Passat 这一台欧系行政房车 表现非常亮眼的地方 首先从镜头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台房车它的后座空间表现非常的出色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身高是168cm 那腿部的空间表现足足有三个拳头那么多 非常的夸张 头部空间呢也是有一个拳头多的一个距离 整个空间感觉是非常的好的 那除此之外我是觉得这一台车子 它的座椅的尺寸都做得很足够 从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腿部的支撑是做到非常的充足的 我可以很好的将腿部完全放在这个椅垫上面 至于椅背方面呢 因为它的尺寸足够 加上它的设计是有拱起来的那一种设计 所以整个感觉支撑性是十足的 作为一台行政房车Pasad 它的后座的整个舒适和豪华感 其实也不太逊色 首先它有这个独立可以控制这个温度的 后座空调出风口 那扶手肯定是有的了 而且中间还有两个杯架 以及欧系轿车一贯会有的这一个 打开这个盖过后我就可以从后面拿东西的这个通道 蛮贴心的 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样的一个舒适感啊 只是在后座的这两个位置而已 中间的乘客因为中央有了这个 为了全区系统而准备的这个中央枢纽 因此它的这个脚就会稍微有点尴尬一点 而且中间的这个椅垫的设计也比较硬一点 可能中间的这个乘客做长途的话就不太舒服了 这一回小改款的Pasad 它还导入了这个窗帘的设计 后座的两个车窗都被有这个窗帘 然后后方的这个挡风镜的窗帘呢 则是可以用电动开启和关闭的 让后座的这个 这个氛围的更加有privacy也更具商务气息 现在就让我来提出Pasad Elegance 的优点 手感很好而且操作起来很方便的方向盘 头枕可以进行前后调整 支撑性更加好 而且这个座椅很舒服之余 司机座还具备电动按摩椅的功能 全车11句喇叭而且音质很好 4个车门都有keyless entry 就连后门都可以解锁 很舒服很好做的后座座椅 你的岳母绝对会喜欢 说完了有点现在我们来说一说缺点 以前的Pasad中间有一个很精致的钟标 可是这个小改款变成了一个Pasad的字眼 我觉得不太美 这个传统的排弹杆设计和整车科技感十足的那一装 有点格格不入 引擎启动就位置有点奇怪 感觉上设计有点不就手 我在这之前曾经是开过Pasad 2.0也就是该款前的这个highlight版本 那时候我就对这一台房车的印象很深刻 因为它整个感觉啊就是很运动化的一个房车 外面的人也俗称它是Golf GTI Sedan 那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动力表现非常的暴力 那来到了这一个Pasad Elegance 虽然它大载也是同一具2.0TSI 可是这一具呢 严格上技术上来讲它是全新的一具 第三代的EA888 而Volkswagen Malaysia这回引入的是低功率的版本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呢降至190PS 峰值扭力则是320Nm的一个水准 比起之前的那一具EA888是稍微有点低的 可是我现在这样子开着这台Pasad Elegance 其实我觉得它的动力它的性能啊 感觉还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问题就在这一个DQ380的7速44双离合变速箱 它的调教就让我觉得比较相比之前的那个改款前的6速DSG啊 它就比较变得没有那么积极 怎么说呢就是我在踩大油的时候 它退档的那个时机会比较缓慢了一点 然后进档的时机也会比较快一点 我觉得这样的调教啦 很明显就是为了油耗表现 而且一方面我相信也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一具变速箱 但这个并不是问题 因为你只要将这个变速箱调至S Mode 它的那个G1级感觉就回来了 当我在用着DQ380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动力有点不足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只需要用这个Pedal Shift推档 这个DSG就会及时降档给我更多的动力 你说要超车也好或者是中段再加速 甚至是可能上斜坡你觉得不够力也好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因为这个DSG它的反应其实真的是挺快的 也因此这个DQ380我觉得它会给我一个不积极的感觉呢 完全是为了要兼顾油耗表现 因为这台车我这几天这样开起来啊 我所拿到的一个平均油耗 根据我本身实际测试啊 然后是在一个不怎么轻的右脚的情况下开这台车 我拿到的油耗表现哦 都是有在8L 100公里左右 完全是非常的出色 而且这一台还是一台新车 它才开了一个2000公里左右 我拿车的时候其实是只有1000多公里 算是还没有完全RUN IN的新车啊 这样的一个油耗表现 以这么大台的一台房车来说啊 真的是很出色 加上它又可以给到你足够的动力表现 操控方面呢 虽然相比起之前的那个HIGHLIGHT 它少了DCC电子悬吊 然后我可以明显感受到 它的这个方向盘呢 也因为没有SPORT MODE的关系 变得比较轻盈 比较坚固到平日常的市区驾驶之类的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这台车的操控 这个MPOB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有轻量化以及高刚性的特性 这个轻量化呢 就完全展现在这一台PASA 身上了 我开着这台车 其实它整个体态感觉上很灵活 我不会有那种开着D-Segment 防车的那种丝毫的那种笨重感 相反我反而觉得开起来 有一种C-Segment的车的那种灵活体态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绝对是PASA的其中一个卖点 因为它在带来更轻盈的一个体态之余 你的那个操控方面呢 也是能够做到更加的出色 整个感觉就很灵活 然后这个方向盘虽然说 为了兼顾日常驾驶 而调教到稍微比较偏向轻盈那一块啦 可是它的指向依旧是精准 当你需要比较激烈的一个驾驶的时候啊 它还是可以给到你一个蛮精准的一个指向啦 只是说这个手感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原厂这一回是要把这台PASA Elegance 定位成一个比较成熟稳重的商务房车 所以在外形上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体造型是比较成熟的 那同样的一个个性啊 也体现在它的整体驾驶感上 像是比较平顺的加速表现 刚才我说到这一具全新的2.0 TSI 虽然说它的输出稍微有一点降格 但是它还是可以给你带来更加充沛的动力表现 但我觉得它有一个差别就是这一回它的整个加速感 没有以前那一台2.0那么暴力了 它反而像之前改款前的那个1.8 TSI 那样比较平顺 比较现行的一个加速表现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动力表现也更加适合这一台房车的定位 毕竟比较现行比较柔顺的一个加速感啊 反而更加适合这一台PASA Elegance 因为商务房车本来就是要有带来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乘车质感 尤其是开长途的时候 因为它的一方面它的NVH就完全是欧系房车的一个标准 整体感觉很宁静 车内听到的噪音其实完全不明显 甚至是风声在我跑高速公路的时候 其实我也听不太到 然后引擎的震动那些也完全没有穿进来 整个感觉就让你觉得很高端 有一种豪华的感觉 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它只是稍微在双臂的那个水准之下 所以这整个环境就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很舒服 很好开 很邪意 虽然它的这个座椅设计是典型的欧系风格 也就是有零油脚的感觉 你会看起坐起来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偏硬的感觉 那其实这个偏硬的设计呢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支撑性啦 这其实是欧系房车的一个特点 但是许多长辈包括我妈妈 我妈是一个典型的Asian mom 她坐在后座的时候 她对后座的那个沙发的柔软程度很讲究 但是这一回坐这台Pasad Elegance 她竟然觉得这一台车很舒服 坦白说能让我的母亲大人点头称赞的欧系房车并不多 甚至是我之前开过Mercedes Benz 以及BMW去载它 她都会觉得哇这么多这些车这样跳 然后这样硬的这样抱坐的 反而这台Pasad Elegance 它竟然是亲自主动点头称赞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需要在你的母亲父亲 或者是岳母岳父这些老人家的人呢 你们不妨可以考虑看看这台车 因为还真的是有惊喜 加上它还拥有出色的内部空间表现 我甚至觉得这个内部空间 可能还甚至是超越E Class 或者是5 Series的 然后还有那个大的惊人的尾箱容量 所以说就算你不是拿它来当做一台 商务车 你要拿它来当做一台Family Car 它也是完全轻松生人 我会觉得这台车很全面 它在全面和实际性方面呢 丝毫不输日系的房车 因为Pasad 是以CKD 的形式在我国销售 这也让这一款在彭亨州不干组装的 德系房车 价格能够压在19万的等级 加上近期的日系D-Segment 房车 像是Camry 还有Mazda 6 等等 纷纷是以CBU 的形式推出 也因此让这几款同级对手的价格非常接近 相比之下 Pasad 拥有欧系汽车品牌 扎实的组装与底盘 更为科技化的内装 空间表现与舒适间距的后座 以及油耗表现出色 但同时还能带来足够的性能 操控加行车舒适性 这些都是这一款德系房车的卖点 而相比双B房车 它又拥有更为大众化的价格 整体而言 Pasad 算是一台相当全面化的房车 你要载着它去见客户 或者是冲场面都没问题 要舒服载着一家大小出油也行 而且还是一台正宗的德系房车 今天如果你选择一台D-Segment 房车的话 你会考虑这台Pasad Elegance 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一回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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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刚才 转发 打赏金明转发 打赏金刚才 转发 打赏金刚才 达赏金刚才 跳